把電影院當教師 電影院當教師 我記得我那個年代大概30年 端十多年前吧 聯考寡有一個題目叫做 假如電影院是教師 我們很妙的就是 假如電影院是教師 但是教師不是考試的地方 教師是一個很愉悅的地方 你學習知識 將來貢獻你的知識去賺錢 去養活你自己 對不對 這是很愉快的事情 很大的一件事 如果你今天沒有這個教師 你到外面去打拼 你完全去看一套學一套 那你可能就發展的空間是有限的 有限有限 所以當我們在教室裡學到 理論原則 正確的 一些方法的時候 它可以適用到很多的情況 它可以也起有一些 未來遠景為出現 所以我們在電影院當教師的時候 因為電影本身就是在電影院放 是是是 我們把電影院的電影當作教材 太棒了 所以我們有最新的素材 最新的演員在上面 最新的一些主題 主題意思 所以我們在 在陽明戲院 從七月 從七月二號開始到八月底 我們是十八次的課程 就是一般大學的正常的課程 十八週 我們把濃縮成九週 一星期上看兩支電影 那我們都有主題 就是前三週呢 我們講的是電影的市場的觀念 經濟的觀念 競爭的觀念 後面我們就講說 製片 導演 編劇 演員 攝影 道具 講了十八週 我們有請業界的一些名人 一些總經理 陳文元 這些知名的製片人 我們也請了很多學校的老師 很多導演 像余堪平 黃茂昌的製片 我們都請他來 在台北跟台中都來上課 針對剛才看完電影 你覺得我們這些主題 如何去跟他談 比如說你製片人 你曾經過去的製片 做什麼片子 像我們之前看一個 《暮光之城3》 《暮光之城3》 《暮光之城3》都是青少年看的電影 那我就問他 我就問陳文元說 我就問陳總說 我們台灣能不能夠 拍這種電影 對不對 也是青少年電影 所以我們就把那種題目跟電影 勾在一起 那學生呢 學員呢 目前還好 都是三十幾位 台中是在7月15號 7月15號開始做課程 到9月15號 也是九週 然後每星期一到星期四 星期一到星期四 星期一跟星期四 六點半到十點鐘 我們有看電影跟唱課 在電影院裡面 就直接在電影院裡面 對 星期跟星期四 台北是星期二跟星期五 在陽明戲院 早上八點半到十二點 那我看我們同學員呢 都非常興奮 興奮 因為他們很多的背景 都不是搞電影的 但是他們對電影 有一個滿腔的熱情 我常常在講說 在國外有很多的例子就是 不見得要電影科班出來 才會拍電影 你只要電影很有興趣 你看過電影 看多了 你也會拍電影 最好 因為國外這種書很多 電影也很多 看多就會拍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把電影院當教室 那我想說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兩個課程 課程就是 台北市陽明戲院的星期二跟星期五 早上九點八點半到十二點 那台中是萬代福影城的星期一跟星期四 晚上六點半到十點 然後這兩個課程我們給 因為台中地區好像需要這種電影的東西 他們學到有一些草養、中舟、學院學校 有教電影 那我們想說 一起同步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可以繼續講一些更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是第一期嘛對不對 暴病人三十多人 其實三十多人其實蠻多的 三多人蠻多 因為政府辦什麼訓練課程裡面 電影的訓練課程裡面 大概都是十幾個 三十幾個其實蠻多的 我也覺得蠻不錯的 為什麼 可是雖然是虧本在做 我也覺得是應該 才繼續做下去 那我們現在講說 我們第二期同學就開始拍短片 短片開始 就在我在學校剛剛 教學生的概念 你看 學生用七個月的時間 能夠拍一個合情合理的故事 讓你滿感動的故事 所以我們第二期呢 一樣也是十八週的概念 一週上一堂課 然後我們就給他拍短片 但是第二期的學員呢 就帶第一期的學員拍短片 到第三期的時候 第三期就是過第三個學期 然後呢第三期呢 我們準備幫他拍長片 我們幫他募款 拍個一半小時的長片 標準的 對我們幫他去募一些幾百萬 上千萬 然後就幫他拍 但是很妙眼神就是 第三期的學生 帶第二期的學生 帶第一期的學生 一起來 第一期跟第二期呢 去學習這種過程 經驗 現場 然後當他們第二期變第三期的時候 他已經有經驗了 他也能夠觀察出來了 所以這個概念呢 其實是 美國的做法 美國電影學院就是這樣做 美國的迪士尼片場 也是這樣做 也是這樣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叫什麼 叫做 工作的傳承 以及什麼 現場學習 不對 學習之外 他也有一個默契 我們在拍電中間 最差的就是 就是 攝影師跟當工師是臨時組合 沒有默契 導演跟攝影師之間 沒有默契 他花很多時間 談那個什麼 談個人理念 談個人的工作精神 談工作態度 可是經過三期學院下來之後 默契出來 同樣在這課程下出來之後 有技術 有經驗 有正確的觀念 對不對 那他就不要花很多時間去 再調了 人際關係是很難處理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對話什麼 就是一個成功的東西 他不是一個人成功 他是一個team成功 所以當我們辦完三期的時候 當然我們歡迎大家來報名 一起來 一起來把台灣電影給搞好 對對對 所以我們辦三期之後 那他們就有一個默契 學員之間默契 那這樣的話 默契推下去之後呢 他可以拍第一部 因為電影可以拍五百萬 第二部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像我看給學員拍電影 你就知道 感動人其實是 我覺得應該不會太困難 找一些議題也不太困難 我們台灣電影 我們台灣電影 議題實在是非常少 我們看國外的電影 對不對 有非常非常多的議題 你知道 所以我現在 這件事情推完之後 我要講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來推一個編劇 編劇班 是 台灣電影的發展 兩個重要的key 一個key是什麼 演員 演員第一個 沒有演員怎麼去演電影 對不對 一定要有演技的演員 要有演技的演員 第二種東西 要有故事 故事要有編劇 我們看有很多 醫院的故事 美國 律師的故事 或者是其他很多人的故事 我們有很多人都不會寫編劇 我們要訓練DP的人 我們電影學要訓練DP的人 然後呢 讓他們就會寫這個故事 讓大家能夠感受到 醫院裡或社會上 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那我最近要準備要想跟 跟幾個 某一個大的醫院來談 就是說 讓他們去醫院的人 能夠編一些 醫院曾經發生的一些故事 那這些故事 一定有很多很感人 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上面 我們日子過得太舒服了 現在醫院裡有很多人 非常比較辛苦的 可是他們的生活 他們還在為了病痛 生理 掙扎 可是他們還要面對一個 生命的延續問題 那這樣這種東西都是發人深省的 所以我們要成立一個編劇班 我們要成立一個演員班 那我們第三期的課程 還一直會讓他推 那我們還是虧本人在做 但是我希望 這是一個頭 為什麼 因為唯有這樣子 台灣電影才有希望 才有未來的 因為這是整合的概念 就是 要有一個整體的市場概念 你推下去的人 雖然我是攝影師 可是因為我上過我經濟的課程 我上過製片的課程 我上過導演的課程 因為他叫我做什麼事情 我就知道 馬上有一個經驗值 我就不要跟他阿課我說 不對阿 你這樣不對阿 不要再去指揮他了 因為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他已經都在學起來了 我們都有講 我曾經 我曾經上電影上課的時候 不好意思 暫停一下 笑話一見 笑話一見 你就是插話 插話 好主持人又回來了 剛才那個就繼續下去了 真是輕鬆一下 所以我後來發現 陳博士講的 您這個電影學院 事實上是針對台灣的 整個未來的電影的架構 正在執行 沒錯 然後把我們國家所謂的 說要把國片的這個推廣 能夠真正的達到它的市場需求的目的 對不對 這也是文創產業 是 因為它是最基本的文創產業 因為電影如果搞到的話 電視也不錯 其他都會不錯 包括出版發行 包括觀光 你看還要旗號 觀光也不錯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基本的文創產業 對 我們可是都做了不是 做那麼多年都沒有 沒有一個很好的成果 所以我相信各位網路的朋友 我們陳博士已經把這個 先前最難的一步已經踏出來了 相信在很多的這個學生呢 經過您的帶領之後 一定會打出另外的一片天 希望